刚刚就是这个唱作人,这个歌曲作人姜国梁先生 今天请到姜国梁先生和他的朋友黄德志先生都在台下了 稍后会上来,来到其实都很特别的 我们是一个领袖论坛 我们在想其实整件事,领袖除了我们今天,比如Professor Williams 都不断强调不纯粹是一个在某一个位置地位身份 其实同时间,领袖也不单单只是一些出身背景要非常特别 条件要很优厚的人,好像刚刚那位歌曲作人 他是之前做过建筑工人,做过钢铁工人 之后就是来自北京皮村,他们搞了一个叫公有之家的组织 那么多年来,其实五到十年,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都希望邀请他们来,去讲述他们的故事 令我们从另一些角度去看下什么为之领袖和有多多元化 Francis,我知道其实你认识公有之家都有一段时间了 不如说一点,你对他们的印象是怎样的 几年前我去过皮村,他们在北京住宅的地方 在北京市中心去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很适合去绑架一些人去那个地方 因为兜兜转转不知道走到哪里 但是去到那里,那个村原本由百多二百人本地人住 到后期很多农民住在那里 变成一个一万多两万人的一个community 他们很多人,大家聚在一起去做很多东西 他们为了很多生活而在农村走出来到城市打工 收入滚多了,但很奇怪地生活是差了 他们很多时候要把自己的小孩放在自己的农村 变成了留守儿童的问题 但是带着小孩去到城市住的话 又产生了一些问题 没有户口,他们是不可以读到书 他们也是没有医疗 有什么事,要靠自己 所以很多问题发生了 而很多stress,很多压力 他们是有很多人压榨他们 有很多不良的商人 也有很多事情去做他们 那变成了他们这班人 其实有很多自己 他们是很乖的,很纯品的 或者你刚才看到的 或者你一会看到也会是 他们很多时候被人欺负都不出声 我感动过自己的vision 是看到很多他们是自己帮自己 他们建立很多社会企业 唱歌给自己的同胞听 亦都全国各地去做很多演唱会 去告诉他们 我们自己的农民工友 我们自己的歌曲 也会去做很多二手店 将衣服免费卖给大家 或者补平价卖给大家 有些书借给大家 一些同乡大家看 是这样生活下来 而这万多两万人的一些村庄 其实是全国 现在2.4亿的农民工的缩影 来到2020年 差不多有成4亿的农民工 是中国也潜在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些农民工问题 究竟我们怎么去看呢 那leadership 究竟是怎么去 adress this top down bottom up 我觉得有很多可以 我们去理解的事情 是 当然他们的故事 我们稍后会听到他们自己的角度 那我其实 碰到公友之间 我觉得那次也有一点偶然 那我们当时大家都在北京 Lawrence 和Joe都在 我还记得那天的presentation 其实我们邀请了北京一些 或者内地大的NGO 让我们去了解一下 一些内地NGO的运作 那当时其实真的有一些很大的旗次 譬如说很稳定的 有些人是一层出来台形 已经很好的了 我还记得那天presentation的时候 公友之家就是最迟出场的 待会出场的王德志就是那天负责说 王德志自己平时 帮公友之家 如何帮工友打气 他就是说动督笑的 我不知道他待会不会试试 而那天他就很正经地在说presentation 他一出来那一刻 我看到我就觉得 怎么样 我就是没有烫衣服 他有八十多张的powerpoint 就准备了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要说 看到八十多张 打算怎么说呢 一开始那一刻就觉得 咦 发生什么事啊 但原来整个所有的NGO出现之后 其实在座的观众 我估计和我当时都有一个同感 就是其实最令我们熟悉的 所有东西之中留下印象 觉得很深刻 甚至乎其实是觉得都挺感动的 就是公友之家的故事 就是你会发觉 他们是用着很平淡的语气 一个很随意的心态 去跟你讲他的故事 不过原来他在讲的当中 虽然他的语气很平淡 但是一直听到 发觉原来今久以来他们做到的东西 一点都不少 他们筹建了一间给劳文公子弟的学校 就是透过他们自己到处去唱歌 出了第一张唱片 籌到的款 就是拿来建这一间学校的 我想我们今天说很多 就是说领袖可以是来自四面八方的 他们其实很体现到其中一件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最重要都是靠个心 要有一个passion 还有就是最终要坚持下去 将那些努力慢慢去累积 那我想都不如将时间交给他们 交给他们 交给他们 你们会感受得到的了 请那往得吉星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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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